三名头戴面具男子在大年初五来到土地公庙 利用油压剪和破坏器材偷走香油前 但全部的举动早就被警方盯上当场逮捕 我们现在建议查扣 不认打切割器 电动电转油压剪 还有面具头套 过年期间三名嫌犯释述犯案 先在大年初三 闯入大京大城土地公庙龙神庙 利用破坏器材将上锁的公庙 到大门撬开偷走里面的香油钱 初一有说初二有说 但是初三用我去做客 他好像知道我初三要做客 很奇怪的小偷 就这样子 他就这样子打开 然后从这边就拿了 捐指器一拍到 嫌犯似乎熟门熟路 半夜闯到土地公庙 脸上还戴着面具 利用油压剪和电动砂轮机 不到五分钟就把香油钱全部偷走 主要是晚上夜间 那个时候 没有人来这边 那个很晚的 晚上都很暗 基隆过年期间 延续发生多起公庙窃案 警方成立专案小组锁定嫌犯 没想到这三名窃贼 实随之位 继续放案 但早就被警方盯上 当场依现行犯逮捕 近一个月 花生多起土地公庙香油钱窃盗案 换案锁法系三至四人一组 开汽车寻找犯案目标 锁定后以油压剪及电动砂轮机 破坏门锁及香油钱相行窃 案经北分局组专案小组征办 经扩大调阅监视器 锁定犯案车辆 于2月13日大年初四深夜23时取编组展开更监察器行动 当场于本辖实践录胡德宫 查获再度犯案之理性换行等三人 并起货大型油压剪、电动砂轮机、拔钉器、剪断之锁头 换案时使用之面具、头套等大批张证录 清查换行至少在基隆市及新北市 换下12件以上公庙香油钱窃案 犯罪所得并以花用待尽 征询后依触犯窃盗罪前移送基隆地点偵办 并鉴请检察官申请拘押 令持续向上溯源扩大偵办 抓到你就要认命 你知道吗 警方调查三名窃贼都有正常的工作 其中一人有毒品前科 过年期间却一想天开 认为公庙有大量的香油钱 才会挺而走检 三名嫌犯作案至少12起 包括基隆汐止以待的公庙都遭殃 警方除了将三人移送基隆地检署 还要再清查 也没有涉及其他案件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